大家好,今天我们讲一个大叔自称太极狂魔,熟练掌握笑傲江湖中任我行的悉心大法 他向多个职业格斗选手发起挑战,却无人赶来应战,一身武功落得个孤独求败 大叔自信爆棚参加擂台比赛,却被格斗选手80秒KO的故事 我们先来详细介绍下这两位比赛的选手 这位大叔,名叫宋德财,44岁,自称太极狂魔,自有席练传统武术 游戏擅长少林长拳,武当赵宝太极拳和一阳指 曾经担任过商丘的武术协会会长 宋德财曾经参加过武林峰百姓擂台比赛 并且在一分钟之内KO击倒对手获胜 宋德财的格斗理念还是跟得上时代的步伐的 他认为沙袋和慕人装这种固定的靶子是练不出来真功夫的 为此他还别出心裁的自己制作了一个头戴式的篱球 当你用拳脚击打篱球的时候,篱球会反弹回来 因为回弹的角度和力度都是随机的 所以他认为这样可以锻炼自己的反应能力和出拳的准度 另外大叔还有一项绝技 他的手掌能发出绵绵不绝的内力 可以轻松吸起桌子上的烟灰 这有点像金庸大师写的《笑偶江湖》中 任我行的悉心大法 当然宋德财很谦虚地表示自己的内功还没有到那个火候 阿虎原名陈锦云 他的师父是前中国三大队长江春鹏 阿虎获得过多次65公斤级别的冠军 算半个职业格斗选手 他特别喜欢刘德华电影《阿虎》这个角色 另外他还特别喜欢一种叫秘冠的动物 秘冠俗称平头哥 大家的印象是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所以他给自己起了一个艺名叫平头哥阿虎 各位全员们大家好 我是太极狂魔 广州的阿虎你不要太嚣张了 我也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而且还为自己提前准备了一口宝棺材 在这场赛事中 我们只能有一个人站在擂台上 另一个将会被打倒 用代价抬出去 我们回到比赛当中 首先出场的是蓝方选手宋德财 太极武术教练 绰号太极狂魔 44岁 身高1米77 体重80公斤 接下来出场的是红方选手阿虎 平头哥阿虎24岁 身高1米75 66公斤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双方形碰拳里 宋德财一个高边腿 脚底一滑自己摔了一跤 阿虎闲听信步 给大师留足了面子 只是简单的应付 并没有主动发力攻击 宋德财连续几个王八拳 没有给对手造成伤害 阿虎把对手逼到拳台的角落里 一阵组合拳 直中对手的面部 宋德财眼睛受伤 瞬间倒地 在裁判独秒结束以后 宋德财才勉强站起身来 并坚称自己还能接着打 不过裁判为了保护选手 还是终止了比赛 此时比赛刚刚进行了80多秒钟 太极狂魔宋德财就被KO了 最终阿虎获得了胜利 其实这场比赛 是一场一对二的车轮挑战赛 阿虎80多秒钟KO了宋德财 然后马不停蹄的 接着74秒钟KO了永春丁浩 在两分钟的时间内 连续击倒了两个绝顶的武林高手 这个故事情节 我只在电影《夜文》中看到过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记得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